醒目响咱们书归正乱 哎这回啊我该如意了 本来是想啊这乌兰布通知战呢 咱就不讲了 咱这故事开头的时候 不是草率的讲过一点吗 可是呢我翻翻咱们这故事大纲啊 发现呢如果不讲这个乌兰布通知战 哎前边接不上后边也续不上 所以呀我决定啊还是讲这个乌兰布通知战 哎咱要讲啊还就讲细致了 在我印象当中啊 咱们前边有一集啊 讲这个顺治皇帝的儿子的时候 讲过这个康熙的二哥福全 我觉得呀那一期啊 讲这个乌兰布通知战 已经讲得很细致了 可是啊我翻回头来一听啊 那个故事讲的主要还是福全 对这个战争的描写啊还是比较少 所以说呢我决定啊咱们这次呢 详细的描述一下乌兰布通大战的情形 熟悉我的好朋友都知道 咱们既然要讲这场战争吗 那必然是得呀把这个前因后果旁之末节全部捋一下 那咱们呢就接着前文书是一点一点的往下倒 上文书咱们说了 这侧王阿拉布坦为了脱身离开自己这个叔叔 绰罗斯杆尔丹他为什么要走呢 因为这绰罗斯杆尔丹发现这个阿拉布坦越来越大 对他的这个执政啊 对他的含位就逐渐的形成了威胁 所以他要除掉这个侄子 这侧王阿拉布坦呢 他又不傻 于是就裹挟了 甘尔丹的家眷跑到了伊犁 那有人说他裹挟人家家眷干嘛呀 哎 为了保全自己呗 这就算是人质啊 现在啊 有个时间问题啊 大家一直搞不清楚 哎 到底是这个乌兰布统大战之前还是之后 武士达赖调停了甘尔丹输职的关系 可是说中代言 这哪是这个武士达赖调停的 我们都知道啊 这会儿的武士达赖啊 实际上已经原济了 主持整个藏区政务的 是甘尔丹的好朋友苍结家措 整个这十几年当中 从这个藏区发出来的所有 关于达赖喇嘛的政令 全是苍结家措的主意 那他发出的政令 他的劝盒肯定是向着嘎尔丹的 他劝说侧往阿拉布坦 交出带走的人口牲畜 并且啊 一定要交出嘎尔丹的妻子阿努可敦 这侧往阿拉布坦 肯定是不知道这武士达赖已然原济的事 所以说他想啊 这武士达赖的面子是一定要给的 于是啊 他就放了阿努可敦 并且归还了一部分牲口 以及人口给阿努可敦 在伊犁附近 拨出了一块丰饶的草场 给自己这位婶婶 不过伊犁主城这块地盘啊 他是没打算归还的 那怎么说 我也得有地儿住不是啊 这里边啊 还有一个问题 被这赶尔丹强行霸占的 侧往阿拉布坦的未婚妻阿海 到底归还没归还给改尔丹 我看呢 这侧往阿拉布坦是不会还的 哎 关于这一点嘛 虽然这始料不及被踩 但是我也是敢肯定的 那么之所以咱们在这个当口来讲这件事情 那我是相信这个仓劫加措 借助武士达赖之名义 解决改尔丹疏直之矛盾 那是在这个乌兰布统大战以前发生的 那改尔丹这边呢 虽然呢 暂时没能和自己的媳妇阿努可敦团聚 但是啊 这阿努可敦 必定已经脱离了策望阿拉布坦的掌控 这改尔丹自然就能够进一步的着手 备战乌兰布通之战 那咱们说完了这一头啊 咱还得说说那一边 哪一边啊 土谢土寒 折不尊丹巴活佛 乃至啊 整个这个漠北蒙古 以及他们的后村大清朝的康熙皇帝 这康熙皇帝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写信给武士达赖喇嘛 要求着武士达赖啊 出面调解土谢土寒 与这个港尔丹之间的矛盾 等到这个康熙皇帝 把这个信函发出去以后 没过多久 便从拉萨得到了回信 拿到回信以后 这康熙皇帝一看 就觉得这里边有事 他完全不对劲 怎么呢 这信上啊 是这么说的 说这件事啊 错在土谢土寒 和卓不尊丹巴 大皇帝您呢 我看把土谢土寒 和卓不尊丹巴活佛 交给嘎尔丹吧 这我武士达赖喇嘛 郑重的向您 大皇帝 大清朝廷保证 我保证这哥俩的人身安全 到了杭尔丹那儿呢 只不过是小小的惩戒一下 绝对不会要了这二人的命 这康熙皇帝知道这武士达赖呀 是这杭尔丹的师父 可是这康熙皇帝也知道 哎 这武士达赖喇嘛 绝对不会因为杭尔丹来得罪天朝上邦 得罪大清朝的康熙皇帝 就凭他对政治的敏锐观察力 一看这信就不是达赖喇嘛写的 他这会儿隐约就觉得 这武士达赖要么受到了他人的威胁 才写了这封信 要么就已然是原济了 这封信根本就不是出自达赖喇嘛之手 要说这康熙皇帝真不愧是拔岁登基 一路以来解决了无数场的政治斗争 这种小伎俩在他这儿 简直就耍不起疯了 被他一眼就识破了 既然这康熙皇帝已经察觉到 西藏方面在武士达赖是否原济这件事情上 可能说谎了 所以这皇上老爷子 他也就不再等着拉萨方面的消息了 这才导致了后来一切全安定了之后 康熙皇帝派使团来到拉萨 很快就揭穿了武士达赖原济的事实 并且借此机会啊 把这件事大白于天下 搞得这个苍结加索微信扫地 陷于十分被动之地 最后于一而终 这是后话 咱们这部书设计不到 咱们在这儿呢 也不过细的掰扯 既然这达赖喇嘛的意见呢 不再重要 这康熙皇帝就做了第二件事情 什么事情啊 召集卡尔喀布各部老大来会盟 会盟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啊 就是严厉的批评了 吐谢图寒和直不尊丹巴活佛 这对难兄难弟 这会儿到漠北蒙古啊 还没画进大清的版图 如果呀 要是画进大清的版图 这两个人呢 那就是康熙家的奴才 所以说呀 这会儿呢 还叫批评 而不是谩骂 这康熙皇帝说 你瞧你们两个人呢 不执行这个大家会盟的这个决议也就罢了 就连朕给你的建议 你们也是不听 招惹了赶尔丹这个混蛋之后啊 你们能惹是又不能平事 你看现在这个漠南蒙古 漠北蒙古 各位领主 各位老大都在 你们自己说说 咱们应该怎么办 这会儿的吐谢图寒和直不尊丹巴活佛呀 算是都雅门了 低着头啊 竟跟脚面算账了 他们心里琢磨呀 多心心的我们要有主意 干嘛还投奔您来呀 这康熙呀 作为一个大政治家 这会儿啊 还是不能拿主意 他转头就对向了这群蒙古王公 他跟这群蒙古王公说呀 那各位王爷觉得 那这件事情咱们应该怎么办呢 这帮个蒙古王爷各顶各的鸡贼 他们也不愿意啊 在主要问题上出主意 他们只能呢 在这吐谢图寒哥俩身上啊 继续说事 他们说呀 大皇帝威武神明 那肯定是慈悲为怀 所以说这哥俩虽然有错 但是这次啊 既然已经受了教训了 这大皇帝呀 还要看在所有卡尔卡蒙古人民的面子上 让他们二位呀 做个检讨下不为例 也就罢了 这康熙皇帝琢磨 这帮孙子太鸡贼了 我这都给你们画出道来了 你们都不往我领的方向走是吗 那得嘞 干脆呀 朕工我给你们挑明了就算了 这康熙皇帝说呀 这吐谢图寒虽为厄鲁托所欺 请救本朝 四不便潜兵相助 说完这话之后啊 这漠北蒙古 漠南蒙古的各位王爷可都愣住了 怎么着您呐 这赶尔丹磨刀祸祸祸的 哎 您不管是吗 怎么着您不愿意为我们出兵 抵徒于杭尔丹的东亲是吗 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哎 这康熙皇帝呀 不慌不忙的接着说 哎 相使啊 这吐谢图寒 早如四十九旗归于本朝 杭尔丹必不敢侵犯 即使侵犯本朝 必不忍做事 那皇上老爷子 这就是什么意思 这皇上说呀 你这吐谢图寒 哎 不光是你吐谢图寒 就说你们这个漠北蒙古吧 卡尔喀布吧 你们呢 要是像漠南蒙古四十九旗一样 哎 归附到我大清 这嘎尔丹呢 想来也不敢招惹你们 即便这嘎尔丹有为天命 吃了雄心豹子胆 哎 来招惹你们 来侵犯你们 那么本朝 肯定是啊 领举国之兵力来维护而当 那你们说现在我很难办呢 虽然看起来你卡尔喀蒙古 和我大清朝啊 比较亲近 但是震宫我为你们出兵 名不正言不顺 咱们呢 不是一国 这算是一句话就点醒了梦中人 这帮子蒙古王爷 明白了 这康熙皇帝要的是整个墨北蒙古 让他们呀 所有的部众都归降大清 要不然呢 卡尔丹这事 这康熙皇帝大清朝廷是惹定不管了 那这帮子王爷呀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互相啊 瞪了眼了 最后一拍大腿 是一致决定 宁愿 归属大清 归属大清之后啊 我们还能做一方诸侯 逍遥快乐的 做自己的草原之主 要是落到 杭尔丹的手里呀 那我看呢 就只有是死路一条了 那杭尔丹呢 为的是吞兵 他绝对不能容忍那政治对手的存在 就是康熙皇帝的这几句话 不费刀兵啊 当然了 哎 前方啊 为了解救这吐血吐寒哥俩呀 损失了三万清兵 但是太直了 就是这次惠盟 这康熙皇帝折战蒙古诸部王爷 一下子就拿下了整个外蒙 算起来呢 可不只是现在外蒙那么简单 望北呀 可一直就延伸到贝加尔湖的南岸 奠定了大清朝北部领土的疆域 行了 这会儿啊 在科普多的嘎尔丹 也已经休养生息一地 攒足了力量 准备再次东征 继续的追杀着吐血吐寒 和哲不尊丹巴活佛 可是他可不知道 这会儿这二位呀 以及整个漠北蒙古的重部落 都已经归顺了大清 他这场仗啊 不好打 他面对的是整个主流蒙古 以及大清帝国 那康熙皇帝这边呢 也是调兵遣将 准备几路出军 张开一个大口袋 就要在草原深处 一口吃掉 大清朝北边最大的威胁 这头草原孤朗嘎尔丹 一场大战在即 就在今天的 孤兰不同